就是它虽然借鉴了它们的思想 继承了它们的思想 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 把这样一些思想继承过来 而是经过了这样一个 自身的这样一个改造 那么这样一个改造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从对历史的本身的考察开始的 就是我们要进入现实的个人 在这个对现实个人的考察 现实的个人 它所创造的历史何以可能 马克思说是生产 那么又从生产里面 进到了生产 怎么成为历史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考察当中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 很基本的这样一个概念 认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他自己认为是 讲的物质生产活动 就是能不能生产方式 一定的生产方式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这个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儿呢 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马克思是怎么认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概念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讲这个结构概念 它当然包含结构概念的考察 但是它主要是强调人们的历史 作为一个规律的东西 它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讲一下生产力这个概念 什么叫生产力 我们顾名思义 生产力顾名思义 讲的什么 生产的能力 马克思讲 人和动物的区分 它的基本点是什么 是生产 是生产 那么人要进行生产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 是吧 要有一定生产能力 所以呢 生产力 我们顾名思义 就是生产的能力 那么这样一个生产力的概念 马克思从哪来的 它不是凭空提出来的 而是政治经济学家 首先是从政治经济学那来的 是对政治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改造 就是说政治经济学 我们讲的 它是联究这个资本主义 可以说它是 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 那么它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济发展 它一个思想是什么 它要来讨论财富的来源问题 我这个资本主义 创造这么多财富 这个财富从哪来的 它的能力在哪呢 所以它要联究这个问题 所以在联究这个财富的来源 因为这个我们讲了政治经济学 它不像人类学 人类学考察的是家庭史的发展 那么政治经济学 它考察的是生产的这样一个发展 我生产 这个财富肯定是从我生产里面产生出来的 生产里面产生出来 所以这样呢 它就提出了这个生产力这个概念 提出了生产力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在政治经济学家那呢 因为他们对这个生产的理解不同 生产的理解不同 他考察的这个劳动形式也不同 所以这个概念呢 可以说在他们那儿是非常的混乱 非常混乱 比方说 这个重农学派啊 在你家库那儿 他是以这个 他认为他重农学派强调的什么 我这个财富的来源最基本的是什么 是这个土地 地租 那么地租是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呢 所以他就认为了 他说把这个地租作为财富的主要来源 那么人的生产能力从哪儿来呢 所以生产力是一种自然的生产力 你那个土地那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吗 它不是一个人工的 是吧 是一个自然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讲的生产力呢 讲的是指的是什么 自然的生产能力 自然的生产力 就是说你这个地主本身的发展 它会给你带来财富 给你带来财富 那么还有呢 有的呢 他有的这个经济学家呢 比方说在史密那儿 它是以什么呢 以工业为财富的来源 就是说你 我这个生产 我这个社会的财富的来源 那是从工业来的 所以呢 他就把生产力定义为什么 现代工业 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能力 如果说这个 呃 强调地租的话 强调地租是财富的来源 它定义的是自然的生产能力 就是说什么叫生产力呢 它是指的自然的生产能力的话 那么强调工业 工业是能造的 所以他强调的是社会的生产能力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生产力定一个自然的生产力 一个是社会的生产能力 那么呢 还有呢 有的强调 比方说这个 这个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强调什么 德国人呢 他是一直要强调 他认为这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财富的来源呢 不是仅仅靠这个工业啊 什么那个取得 你要取得最大的财富 要靠什么 国家干预 就是在国家的干预下 可以加速这个生产的发展 加速这个财富的来源 所以他就把生产力定义为 现代社会组织 什么东西最能够 让这个社会的财富来得更多呢 他说这个是社会的生产组织 由于社会的生产组织 所以这个财富就来得多 所以呢 就把这个生产力啊 定义为社会的这样一个 这个社会财富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我这个财富是怎么创造的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础啊 它是什么 要依靠一个宗教精神 是吧 宗教精神 我克勤克俭 我一点点省下来 然后呢 我有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拼命地去赚钱 我的钱比别人赚多 如果我这个有钱 我马上就把它消费掉了 我是不能带来财富的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种 这个 这个境遇的这样一种精神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 那么生产力是什么 生产力就是精神的本质 所以生产力是精神的东西 是精神的东西 什么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精神的本质就是生产力 我只要有这个 只要我能有这个境遇精神 有这样一个宗教精神 那么我就能带来财富 所以就把生产力定义为 这个精神的本质 还有的呢 强调啊 这个生产力是什么 这个财富是从哪来 通过交换来的 我们是在交换当中形成的 这样一个财富 所以呢就把这个交换价值 作为财富的来源 强调交换价值的 是这个生产力啊 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 就是交换价值决定的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每个人对这个财富来源的 这个理解不同啊 所以呢他们对生产力的 概念的使用也不同 可以说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混乱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说他们都是从财富的来源上 来理解生产力 就是说我讲生产力 这个概念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呢 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是吧 什么因素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所以它就是生产的能力 所以它就形成了生产力 是这样的 是什么东西使我的财富来源的更多 那么就刺激了我的这个生产能力 使我的生产有可能 所以它就是生产力 因为它就是生产的来源嘛 是我财富的这样一个来源 那么这一个讲法 就是讲什么 从生产财富的来源上来理解生产力 那么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没有讲生产力本身是什么 我现在不是问你的财富的来源问题 我现在还问你生产力本身是什么 我不是说这个书是怎么做来的 它用了什么材料 你在外面打圈子讲 我现在就说你这个书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是吧 你告诉我这个书本身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说这个书是从哪个出版社出来的 它的封面是怎么来的 然后它怎么销售的 你讲的东西都是外在的 我现在就问这个书是什么 所以这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你在讲生产力的时候 首先要讲生产力本身是什么 生产力本身是什么 所以马克思在确定生产力的定义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对生产力作为一方改造 那就是说我现在呀 我在这个继承这个 因为马克思也是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 他接受了政治学的这个概念 也要考察生产的问题 考察生产问题 那么马克思就认为了 你这样讲 讲得这么混乱 讲得这么混乱 特别把这个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什么 都搅在生产力都搅在一起 马克思就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区分一下 做一个区分 来说明这个生产力本身是什么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说明 对这个概念来要做一个改造 那么马克思要明确生产力的 这样一 要改造的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 它是什么呢 要明确生产力定义的方向 它是改造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我讲生产力的时候 我一定首先要定义一下 我在给生产力下定义 我是以什么方式来下定义 向哪个方向去定义它 向哪个方向去定义它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生产力的定义方向 它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是从讲生产力的来源 或者说引起生产发展的这个因素 来谈生产力呢 来定义生产力呢 还是就生产力 认生产力本身 就是我是从 仅仅从一个生产的来源 什么东西给生产的发展 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是从这个角度讲呢 还是讲生产本身 它具有的能力 具有的生产能力 所以这一个呢 是要定义的 那么马克思就认为啊 他说对于生产力的定义 不能从财富的来源上来考察 就是说你不能考察外面的东西 而是要什么 直接讲生产力本身 生产力本身 那么这样他就和政治精英学家了 在这个定义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方向上 就发生了一个分析 发生了一个分析 也就是说他改变了他的方向 我不是说财富是怎么来的 因为这个财富是怎么来的 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我现在讲生产力它本身是什么 它本身是什么 那么这是马克思第一个改造 他要定义的 第二个呢 既然我们要探讨生产力本身 就是说要确定生产力的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不能是什么 不能是对他的来源 财富的来源做研究 而是要对生产力的性质 要做一个确定 什么是生产力 我首先讲什么是生产力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不讲它的来源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所以马克思首先 就是他实际上还是我们说他那个哲学思维 他用了一种抽象 我把你定义你到底讲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把它确定了 我讲到生产力活动本身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要确定 什么东西决定了生产力的活动的性质 所以他第二个问题就要确定 是什么活动啊 决定了你这个生产力的性质 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很混乱的 比方说我想的是农业 有的人认为是农业 那么有的人认为是工业 那么还有的人认为是什么 人的精神啊 所以他提出精神的生产力 人的是精神的 那么还有的是社会的组织形式 它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工业的劳动还是农业的劳动 所以在这个确定生产力的性质上 马克思就认为了 是工业的劳动活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呢 它为什么一个 我们抓住它两个 一个是它是工业的 它不是农业的东西 第二个呢 不是工业的其他的因素 而是什么 工业的劳动活动本身 工业的劳动活动本身 所以是工业的这个劳动活动本身呢 决定了生产力的性质 所以工业的劳动 就是说你研究工业的劳动 就成为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定义的基础 就是如果你不理解马克思对工业劳动的说明 不理解马克思提出工业劳动的概念 那么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定义 生产力的定义 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的物质活动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特质什么 工业的劳动 指的工业的劳动 这是它的第二个定义 那么这样它就和这个 就是说不是从这个农业的 因为工业的定义 你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讲生产力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动的关系 为什么会谈到和自然科学的问题 就种种问题啊 它都会出现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改造呢 它叫三民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 那自然界经济学家 他讲这个生产力人力的时候 他老是和这个交换关系搞不清楚 和交换关系搞不清楚 那么这个交换关系啊 交换关系 交换价值 我们说什么是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只有在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商品生产当中才是可能的 所以交换价值讲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那么研究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呢 马克思就认为要做一种抽象 要做一种抽象 就说生产力有一般的性质和具体形式 就作为生产力啊 它应该既有一般 作为一般的形式 脱离于交换价值的这种一般的形式 一般的性质 同时它有具体的这样一个形式 就说你确定生产力的一般形式呢 就是要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 就说你不能把这个资本主义生产 它都拿入进去 那么你这个讲生产力的一般性质的时候 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力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生产力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这个普遍性和一般性是什么 它是和工业的劳动相联系的 是吧 我可以讲它是工业的劳动 所以这个一般性 生产力的一般呢 它是和这个工业的活动 它是由工业的劳动决定的 它体现了呢 就是说生产力的普遍性 体现了生产力的普遍性 那么这个具体的形式 生产力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呢 就是把生产力放到交换价值当中 就是要把这个生产力啊 放到交换价值当中 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状况 这个是不是啊 就是说除了工业的劳动 还有一个什么啊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 就是生产力啊 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当中 它所具有的具体的形式 具体的形式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说 马克思在这个两方面呢 他就有一个不同的考察 不同的考察 他说 比方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那么生产力什么 它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 它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 所以马克思会说这个 而且那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 马克思其实也做了一个抽象的考察 他比方说 他说 提出这个 在后面 他在这个资本认里面提出来的啊 他提出来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说这个 是资本主义 第一次使科学成为了生产力 是资本主义第一次使科学成为了生产力 就是科学在这个之前啊 它不进入生产过程 它是不能成为生产力的 自然科学它是什么样才能成为生产力呢 当它和工业相结合的时候 进入了人们的生产过程 机器生产过程的时候 作为一种资本的运动的时候 它才能成为生产力 因为你这个资本的这样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运动 机器生产 机器成为一个固定资本 它要不断地吸收科学技术来改进它 是把它赚更多的钱 那么这样呢 你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啊 进入了这样一个工业的活动 工业的活动 所以你才能成为生产力 那么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什么 一定是工业的劳动活动才是生产力 生产力 你不进入这个活动 你不能成为生产力 所以你任何要素 你只有进入什么工业的劳动 那也就是说你具有了这样一个工业劳动的活动的 这样一个特点进入到这个时候 你才能成为生产力 这是生产力的一般规定 那么具体的还有考察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生产力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具有两个特点 两个方面特点 是吧 如果马上是这样分析的话 一个呢 它是提高生产的效率 提高生产的效率 由于它的发展的生产力 它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个呢 就是说 它是使生产力的发展变形 这个生产力啊 它本来是提高效率的 但是它在一定的条件下 它可以使生产的发展变形 它可以使生产的发展变形 也就是说呢 生产力不是创造人的历史的东西 如果在一般的条件下 工业的活动 生产力的发展什么 体现了能对自然的这样一个能懂关系 是吧 它创造了能自身 创造了能对外部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 也是对能的一个自我创造 那么在具体的生产条件下 人生产力 比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生产力不是创造人的力量的东西 而是什么 创造财富的力量 就是说我的这个生产 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呢 它不是为了创造人本身 不是给人带来幸福 它是什么呢 它是变成了创造财富 所有的生产力发展是为了创造财富 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的是什么 它是财富的来源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的发展的嘛 所以他看到到处都是财富 所以那个财富从哪来的 而没有看到从哪 人从哪来的 没有看到人从哪来的 所以这就是马克思和经济学家的区别 为什么马克思会考察 异化劳动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它创造的是什么 创造的是异化的人 而不是创造的是这个人动的人 人的解 已经解放的这样一个个体 不能创造出解放的个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他的生产力概念 他在做这种抽象和改造的时候 他实际上经过了三个方面的改造 就是说一个他要明确的定义生产力的方向 我们不能如果从财富的来源上来定义 我们说那是不是顺着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方向走 那么马斯的生产力概念本身是不具有批判性的 那你生产力就没有批判性了 因为这个资产阶级是描述的 它是作为财富的来源 马克思就作为 他说你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我讲它一般的性质 而不是讲财富的来源问题 是不是它那个向度就变了 是吧 我们说它那个向度就变了 它就变成什么 我定义生产力本身的一般性质 讲能和自然的能动关系 我能的能力是从哪来的 我的个体的解放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不是 这个东西就使生产力 它不是一个仅仅说明这个物质活动 经济活动的一概念 成了什么 一个对社会的一个批判概念 所以不是说 我意识形态具有批判性 马克思提出生产力这个概念 本身就具有批判性 它既是对这个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的一个批判 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而且它才有可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因为它什么呢 它因为这个区分了以后 我不是说资产阶级都在说财富的来源 所以它把这个能的这个非 这个异化的现象 非能的现象都掩盖了 因为大家都在增财富嘛 资本家功能都在增财富 既然大家都在增财富 有什么能格问题呢 没有 都不需要了 但是呢 如果要是把这个作为区分 你在资本主义上 那我就说 你工业的劳动 你作为生产力的话 它应该是 我不断地增强能的能力 能对自然的增幅 我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我应该是幸福的 是吧 是幸福的 能对自然的改造 能对社会的改造 它是很幸福的 但是在资本条件下什么 它变成了一个 服从于财富的创造 成为创造财富的力量 而不是创造能自身的 这样一个力量 所以它就产生了异化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 生产力的概念 生产力的概念的提出 既是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改造 同时也提出了 它批判理论 所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不仅仅产生于 不仅仅说 它是意识形态啊 文化观念的这样一个批判 生产力概念提出 本身就是批判 而这个批判呢就是 要杀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 也就是说 把生产力的一般性质 和生产力的这样一个 在一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状况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马克思很讨厌政治学家 说怎么你们就没把它区分开来 搅得一起讲 它又是交换价值 它一个关系怎么 它首先定位就是 我是考察财富的来源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这两个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么马克思就很清晰地 把这样一个关系区分开来了 从这个区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从马克思的区分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为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 要强调生产力的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 如果它仅仅讲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生产力状况的话 马克思主义不能是普遍的 那我就搞社会主义没根据了 搞社会主义没根据了 把它传到东方国家来 那我就没根据了 我也没有资本主义 所以民粹派说 我们天然的没有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头脑 你把马克思主义传到 我这个俄国来 那怎么可能呢 那是不可能的嘛 是吧 中国的那个 二十世纪初的 那个新辱学 梁书明也这个观念 你怎么能够把它 放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土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他讲的是什么 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力问题 但是在马克思那儿 他们马克思主义者 强调什么 就是东方的马克思者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 他能够传到东方来 对东方社会改造 因为他有一般的性质 他有一个什么 工业的劳动 就是他能够什么 劳动本身 这个工业的发展 工业文明的未来前景 所以马克思说 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工业的这样一个 工业先进的 这个发达的国家 是工业不发达国家的 未来前景 是吧 他是他的这个未来前景 他是什么意义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人类的一个进步 就是他从人类的 这个进步意义上讲 既然如此 他不仅适合于你 东方也适合西方 所以马克思 结实这个 能够结实一般规律 结实一般规律 把生产力作为一个规律 能够使生产力 这个概念 就是说从西方 这个传到东方 对世界它具有普遍性 就在什么 他把生产力本身 和这个交换价值 把它区分开来了 把它区分开来了 讲清楚了他们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他即使和对资本主义 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强调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何原理都是具体的 他讲什么 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所以他强调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批判性 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讲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时候 它是什么 异化的存在 我当然要对它进行批判 那么对于这个东方马克思 他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科学性 普遍性 他是取了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他什么 这个生产力的概念 他取了对封建的 这样一个批判 这个人类进步 因为这个封建 它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形态 然后到工业文明的形态 的这样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在讲 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的时候 要看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对政治经济学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改造 他的一个思想形成 那么这样一个形成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它是怎么形成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 实践维护主义 是对现成社会的批判 那么这个批判是从哪开始的 为什么它是一种 物质的批判的力量 马克思强量 它是一种物质的批判力量 而不是能不能观念的 一个随意的东西 它本身所产生出来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 内在的自我的批判 它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 讲生产力的概念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抽象 就把这个政治学 这个加的这样一个理解 做了一个改造 那么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解 就是说对这个 政治经济学家的 这个生产力概念的 这样一个改造 所以马克思就把生产力 定义为许多个人的 共同活动 你看我们这上面写的 生产力啊 它是许多个人的 共同活动 共同活动 那么这个是 生产力的一般意义 生产力的一般意义 我们结合我们 我们这个前面讲的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史的 这样一个抽象 它对这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它对一些 政治学批判的 这个手稿里面 它讲了很多这样一些观点 我们的讲课 把它抽象出来 但是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一步去看一看 可以本身对这个 生产力的理论 做一个进一步的 这样一个深入的 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 以及它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 这样一个不单发展和演变 或者放到一个点里面去研究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来理解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定义 谢谢大家